第六百五十二集 母星上的呼吸法是西林族的遗憾 他们学到很多京师秘书 但是唯独与那门呼吸法无缘 要知道那才是最珍贵的 掌握呼吸法便能拥有一切 可演坏一切法 包括精神武功 最终他们也只得到残偏 只是一小部分 而这部分法 其他几个无敌族群也拿到了 原来如此 他在这样构建精神牢笼 我其实也能效仿 揣摩出来 楚风此时有所明误 也就是在同时 他遗症 正是因为运转黄牛传他的这门呼吸法 他才能再突然间精神通透起来 倒饮 错了 应该是倒饮 盗窃的盗 运转这门呼吸法 让他刹那揣摩出对方的精神武功要义 这简直在盗取秘术 也不对 需要我自己去看舞 演绎出自己真正的精神秘术 而不是走他老路子 楚风领悟越发的多了 这一刻 他深刻明白呼吸法的重要性 难怪有古代大能说 其他都可以舍弃 唯有呼吸法是根本 顶级呼吸法 本身就能演绎出秘术 而也就是在这时 楚风依旧在施展肉身武功 拳法通天 宏大无比 震荡的汪洋起伏 水雾淹没高天 这时 牛魔拳中的蟒牛虚影消失 但是威能更宏大了 是的 黄牛曾说过 牛魔拳 焦木拳等 共有七种拳法 原本诞生于一棵怪树的七根枝牙上 分别被七位大能 各自折去一根枝牙 从中体悟出妙力 各自得到一种拳法 楚风醒悟 当年 牛魔族的大能得到那种法 自然演绎出牛魔拳 而他是人族 现在拳法蜕变 反本还原 自然会不同 一时节 他彻底相信了 七种拳法合一 必然是一种 可以正式的无敌数 便是现在 他也感觉到了不同 粗略里悟到一种 可怕的肉身权益 稍微一阵 恐怖无边 几乎是同时 楚风在精神领域 与肉身领域都收获巨大 恍惚间 他意识到 都跟呼吸法倒引有关 是他让肉身武功 与精神武功都发生蜕变 这时 李承云绝望了 因为他的精神牢笼在崩塌 他的精神力在迅速的衰弱 想要撤回那些精神都不能了 我怎么会败 怎么会 李承云难以接受 因为 他几乎能动用部分观想层次的精神能量 可是现在他的精神遭遇了重创 一定是那种法 一定 你竟然得到了 他在倒退 脸色惶恐无比 然而 楚风刚学过天涯咫尺 怎么会放过如此机会 低手的精神 再塌险 再虚弱 正是斩杀的好机会 楚风出击 化成一道雷霆 一冲而过 崭新的肉身全法轰出 天崩地裂般 李承云轰然炸开 包成了血污 杀 杀 剩下的两名西林族年轻强者震惊 从李承云的话语中猜测到一二 眼中狂热 杀气陶铁 疯狂的想着楚风杀去 西林族两强出击 一人身穿暗淡的青铜甲照 就是手中的青铜天歌也是如此 十分古朴 但是这个人却不内敛 自发飘舞 眼神像是电芒 这是一个青年男子 手持天歌向着楚风杀去 认准他身上有那种呼吸法 另一人身穿黄金战衣 光芒璀璨 像是一轮太阳般胜利 一身甲皱 要的人睁不开双眼 他此时眼神有些吓人 喷薄光焰 像是看到西式珍宝 盯着楚风举拳轰哄 这两大高手 透发出的气息很可怕 让人感觉到一股 要被撕裂般的压迫感 让岛屿上的人都面色变了 楚风 左手持李承锋的黑色长矛 右手持李承云的银色大吉 猛力挥动 以敌人的兵器 向前进攻 说 你身上是不是有倒影 那个身穿青铜甲皱的青年男子 眼神若冷定 呼吸急促 看得出非常紧张 当然 他没有直接开口 而是在用精神揣音 怕消息泄露 与此同时 他手中的青铜天歌扫来 迸发出恐怖的力量 朕的楚风虎口流血 手中的黑色绽毛险些飞出去 他量强倒退 楚风手臂发麻 正面交锋中 他居然被击退 这个身穿青铜甲皱的男子 战力强大得非常离谱 他手中的黑色长矛在颤动 沾上了从他虎口低落的血 沿着毛肝流淌到毛峰那里 鲜红而醒目 说 不让我立刻劈死你 身穿青铜甲皱的青年男子 用精神喝道 下一刻 他挥动青铜天歌 他带着一道凶手虚影 有一头滔铁在咆哮 要吞噬楚风的精神与肉身 楚风被震的道飞出去 手指尖尽是血 左手的黑色长矛 右手的血量大吉 都差点脱手飞出去 这一刻 他终于知道了 为何这个人如此强大 因为他超越逍遥层次 是一个观想境界的进化者 刀屿上 哪些神子圣女的面色都变了 这种人怎么能跨界呢 是如何过来的 就在这个时 那个身穿黄金甲皱的年轻男子 也进攻 又全发光 如同一轮大日绽放 熏烂的有些可怕 无法直视 恍惚节 真的有一轮天日坠落下来 在那里焚烧 黄金光焰激荡 那海水被打得爆起 整干一大片 都看到了海底 这是正宗的大日拳 唯能打得邪乎 楚风手中的血量大吉 在哀鸣 在这一拳之下 兵器都被压得有了弧度 快变成公胎了 力道惊人 至于楚风的双手 则更是血迹斑斑 他倒退而去 目射冷芒 若真的有些出乎意料 居然是两名观想层次的进化者 说 道义是不是在你身上 敢不配合 立刻打死你 身穿黄金甲州的年轻男子 也用精神力冷漠的逼问 他屹立在海面上 宛若站在一轮黄金太阳中 璀璨而胜利 整个人都不可看清 所见到的唯有刺目的一团光 真是观想境界的进化者 岛屿上许多人惊呼出声 此时 元首平台上也炸锅了 所有人都意识到 楚风危矣 这是超越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很难跨越 西林族真狠哪 竟然提前送观想层次的生灵过去 付出的代价多半是非常大 就是为了杀楚风吗 人们动容 原本是同一颗星球上的血脉 当年走到分岔路口 而如今再次起了激烈的冲突 完蛋了完蛋了 楚风的确很非凡 但是 现在队上观想境界的进化者 有死无生 没什么活路 不愧是西林族 一向冷酷而无情 说要杀楚风就一定要杀 不会给他一点机会 两个观想层次的生灵 毫无悬念 这是碾压呀 但凡看到这一幕的人都惊叹 西林族作风依旧 冷酷而可怕 不达目的 不把休 海面上 身穿青铜甲注的青年男子 正在开口跟同伴对话 李承锋执意要与猎物决战 最后败王 与我们无关 身穿黄金战衣的年轻男子点头 嗯 他们太自负 战死在这里怪不得我们 现在 由我们收拾残局 瞬间 人们就听出问题 西林族的几个人间不睦 难怪各自攻发 眼下 这两个观想境界的生灵 言语中带着冷力 根本就没为那两人的死 而感到痛惜与愤慨 相当淡定 海面上 楚风双手淌血 目光冷悠悠的 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他真的很意外 连福荒 原魔这种人物 都自展才能跨界 这两名西林族的高手 居然能完好的直接过来 身穿黄金战衣的年轻男子 带着带笑 兔蛮子 你以为我们西林族 离开这颗星球 就彻底不被认可了吗 不 终究是拥有这里的血脉 比其他种族容易跨界一些 再加上圣人相助 自然有一定的几率成功 滚过来吧 以你逍遥层次的实力 还想和我们动手吗 身穿青铜甲注的 青年男子开口 还是让我来吧 你的大日拳太暴力 万一被你不小心 将他打得解体 化成一团血物就不美了 未生人有旨 尽可能地活捉他回去 不 还是我来 你手持天歌 别一不小心割下他的头颅 这两人居然在争抢出手 完全不把楚风当作一回事 不过 依照目前的境界层次来看 他们的确是有这种资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